在河北大城縣 有一处地方 汇集了各式各樣 精美絕倫的紅木工藝品 無論是土生土長的 中國名貴木材 還是來自越南 印度等 進口的各種經典紅木 在這裡都應有盡有 吸引著全中國大陸 各地的收藏家到此淘寶 我們的鳥籠籠子有烏木的 有酸質的 還有紫碳跟黃華梨的 訂馬的 咱們給你做馬的 你訂什麼材質 咱們給你做什麼材質的 在這個有著中國紅木 第一大級支撐的紅木工藝品市場上 有近五千家的攤位 也綿近一萬公尺 川流不息的人潮 帶來龐大的前潮 中國紅木城是北方地區最大的市場 而且也是最大的紅木集產地 我們就是想依舊這裡的有利地市 在這邊發展一下 而且我經營了十一年了 確實這邊的客流量 包括各種東西都是比較強勢的 所以我們就考慮加入這裡 不論是大型工藝還是手工精品 在這個黃金地段開門做生意 幾乎是穩賺不賠 因為這個市集的當日客流量 多達三萬多人 每個攤鋪每日進帳 十幾二十萬人民幣不是問題 而這裡除了客源穩定之外 充足的貨源也是商家首選這裡的 先決條件之一 主要這個貨源我們是從 大概是從緬甸那邊 以緬甸為主的 還有老挝的 當然也有從那個前普寨 這個主要就是說 紅霜紙 一個大紅霜紙 用量比較大的現在國內 它是一種就是緬甸花梨 大國紫潭 咱們俗稱的緬甸花梨 這個用量是需求量是比較多 一般情況下它在那個 港口選好貨之後 準備運輸回來的途中 它就會跟它以前的客戶聯繫 基本上貨到了之後 就會有很多那個 以往的一些客戶過來選貨 另外的話還有一些就是 像這個整個項目覆蓋 覆蓋的像天津 北京 還有山東地區的很多那個 家具廠也會過來買木材 充足的客源和貨源 讓大城的紅木市場 一路高歌 風聲水起 到目前為止 如果咱現在看到這個規模 現在的攤位的總數要達到了五千多個 五千多個 它的經營品種包括紅木的家具 紅木的工藝品 古玩字畫 包括咱剛剛看的紅木工藝扇 品種達到了上千個品種 事實上大城紅木產業的發展歷史悠久 最早能追溯至明清時期 在明清的時候 明清的時候 宮廷有個 北京有個宮廳造辦處 它有一些個宮廷裡邊的紅木家具 它有個維修 維修就好多時候從大城縣招募了一匹工匠過去 好多大城的工匠就到北京進行維修 後來宮廷它是一個清朝結束以後 大城工匠就回流到大城的民間 大城現在民間的 有這個紅木家具的 有京座紅木家具的 這些好多將人 流傳下來的手藝 大城人世代相傳的好手藝 自明末清初起 就以雕工精美 皇室華麗之風聞名 其中筍卯工藝 更是傳統金座家具的精髓所在 不用澆水或一顆釘子 單憑其中的筍卯結構 便可以使用上千年 依然堅固美麗 就是說無論哪一個位置 我們筍卯結構的這個 合理性在於哪裡 在於它就說不用澆 我們這個節點還能達到立體峰值 就叫合理 也就是說它的比例的這個 筍頭的大小跟它的形狀的比例 從兩個方面考慮 一次要牢固 二次要眉管 也就是說你看設計的是不是 靠什麼呢 也靠傳統的技藝 也靠用心的去推敲 藏在木頭裡的靈魂 是老祖宗的智慧 而能讓一件好家具傳世千年 除了靠工匠們的好手藝 選材還得有所講究 作為宮廷家具的選料 自然都得是最好的 其中紫潭和黃花梨 就是紅木中吉品中的吉品 大家不常說嘛 人分369等 母分花梨紫潭 肯定是過去代表著這個社會地位 跟這個也是權力的象徵 肯定是以紫潭 黃花梨為主 一是少 第二個年是由 就是說 由皇家來首先來選它用 而不讓別人用 就是說 一個木材的這個價值 我認為是 傳統文化賦予它的價值 六七百年才能成材的紫潭 和黃花梨 印度重 紋理優美細緻 用奈府抗崇成為皇家清典使用的 家具選材 據我瞭解 過去的這個京式家具 一部分是用在荒谷 而且很大一部分 也是和慈禧一樣 荒地都是用在賞賜大臣 你比如說所有的說 哪裡哪裡的總督 他要是出任的時候 荒谷會配一部分家具跟車型 古運悠悠前年傳承 作為收藏品 紅木家具與珠寶玉器一樣 擁有精緻的工藝 也深含著濃厚的歷史底蘊 和人文氣息 至今依然讓收藏家們 追求不懈 作為中國大陸的首都 北京雖然集中了大量的資源 但城市容量也已經趨近飽和 在生活壓力足部增大的同時 人們開始主動往北京城外遷移 而距離北京和田津都在50公里以內的河北廊坊市 就以絕佳的地理優勢迎來了這場空前絕後的發展奇跡 人口外移首當其衝的就是生活資源上配套設施的跟進 在2014年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提出經經濟協同發展的戰略下 無論是公家機構或是私人企業 都積極地開始尋求利益共通點 好比這所距離北京市最近的一家醫院 靜水樓台就先與北京大學的醫院簽訂了合作協議 因為這個燕郊就是和北京的距離比較近 因為它是河北省離北京市最近的一個地區 現在燕郊住了大概有30萬的北京市的居民 那麼這些人以前可能要到北京看病 又在燕郊住可能就會很不方便 這樣的話我們如果形成常態化的這種官方對接以後 基本上在就醫上就可以在屬地化就醫 那麼大大就方便他們在日常的一些醫療需求的保障 除了在醫療資源上進行整合 河北廊坊也積極地在發展高新產業上引進高端人才 透過搭建基地平台 目前廊坊有90%以上的科技型企業都與北京和天津高等研究院校建立了穩定緊密的技術合作關係 經經濟廊坊協同創新創業基地的成立呢 是在經經濟一體化的這個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那麼我們這個名稱呢就是如何在經經濟進行協 在廊坊協同這個課題上主要製作一些深入的工作 那首先呢我們就是在北京 我們做在北京的金融中心創建了一個孵化器 那這個孵化器的主要功能呢就是集合中關村的這個人 財還有各項的資源 那麼把最新的科技 第一手的科技傳到廊坊 那麼還要把中關村的這種金融投資傳到廊坊 2013年建立的廊坊創新創業基地成為廊坊吸納技術的主要來源 由基地引進的科技孵化企業就有近500多家 年創產值高達60億人民幣 在這聚集了大量的科技技術人才 發展以技術為導向的產業自然就獨具優勢 專業汽車呢它涉及到計算機機成 涉及到這個產品結構設計 涉及到液壓系統的設計跟這個 跟總成 那麼同時呢 還有一個電氣控制系統的 涉及到這個技術行業的大外四大類的一個行業 所以說它是技術比較集中的一個產品 專用汽車除了要有專業的技術人才外 它的客戶群也不同於一般 各種車行業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國家各種行業部門 包括民用的一些皇位部門 那麼它的採購對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機關 那麼這個北京是國家的首都 那麼它的吸收量也是非常大的 看準了地域上帶來的商機需求 嗅覺敏銳的商人早已提前佈局 其實我們的考慮主要是考慮到整個 圍繞著整個金晶季 或者圍繞著大北京區域來做這個 戰略的一個考慮 因為在這個區域 我們做過一個統計 它集聚的大概在周邊有兩億左右的人口 在這個區域 消費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以太空作為主題的樂園 結合了科普展示和互動遊戲 看好未來娛樂的市場 不僅大陸商人看到了 連國外廠商都前來搶佔商機 那你也知道中國遊戲市場 去年已經做到了將近900多億 今年一定會達到1200多億左右的 當然的一個總規模 遊戲市場在中國已經連續三年 呈現在30%以上的增長市場 所以這個吸引了眾多的年輕人 在這個行業裡邊進行創業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腦軟件提供商 美國微軟公司創立的遊戲創新中心 在2014年落戶於河北廊坊大廠線的 高新技術產業園區裡 依託著經經濟一體化後的豐富產業資源 和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 在短短一年內就吸引了數十家海內外遊戲公司 爭相進駐 一股全方位戰略下延展出來的新機遇 正在廊坊閃耀登場 圖片 既然為了 新機遇見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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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硕米美食叫窝窝头 在中国大陆的北方非常普遍 多是以玉米粉蒸制而成 但在河北省大城县里 却流传了一种独特的窝窝头做法 代代相传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鲤窝窝窝头呢 它是从选料开始 都是选的那种特别好的梅子米 打黄豆 然后按一个比例磨成面 它是细做 那种特别的细 然后做的时候呢 它是不同于别的窝头 它是轻弱发酵 三分之呢是馅和面 馅蒸 蒸出来以后呢 口感就是比较细腻 口感挺好 特别的有弹性 因不加上模粉 口感扎实而不蓬松 比馒头更耐主角且甘美 特殊的是梅子米窝窝头 还对人体有着一定程度上的 食用保健作用 梅子米呢 它就是它不含汤 它汤分特别的低 它就是汤膠病人呢 吃得特别的好 然后它这个梅子呢 富含人体所需的 好几种类似微量元素 据说慈禧太后 在躲避八国联军战乱时 曾吃过这个窝窝头 事后回到北京 便刺了一块匾额 称之为黄金塔 而在当地同样因战乱 隐喻而生的美食 还有这道 选用精致的面粉擀皮 经过火烙和烘烤 形成了外皮金黄 内馅鲜嫩的驴肉火烧 因为上面烙 是在锅里边 在锅的上面 它烙至到九成熟 然后在下边烤着 它这个程序下来之后 可以达到这个 外焦里面 吃的时候口感相当好 驴肉火烧在当地 早已是名闻侠耳的美食 一天至少可以卖出三百到五百斤的驴肉销量 当然这也因为北方气候寒冷 严酷的自然环境 使得蔬果取得不易 肉食产品自然成为生活的主要粮食 好比这个皮薄肉厚的祥和肉饼 香和肉饼呢 从回名转移到咱们太名 发展到今天 具体呢就是这个薄皮大馅 包的时候先收口 口才重下 按的时候按铃 而铃就是口 擀的时候先擀 就是这个铃 就在这收口这边 里边擀三下 外边擀四下 然后擀均匀椭圆形 然后就不再撑 从十九岁就开始 专研香和肉饼的张景霖 动作迅速熟练 把包着馅的饼皮 抛到空中 再稳稳拖住收口 开火 刷油 翻面 肉饼的香味一下子串出来 前后不过三分钟 最难度收口里收均匀 擀的时候比于擀脸 擀收口里面 因为收口里面厚 用筷子夹起薄薄的饼皮 肉馅平整 咬一口 果然肥而不腻 咸淡适中 成为当地云指回味的好味道 其实香和肉饼 是当地回民的地方小吃 而河北廊坊本身 就是个多元民族融合的地方 县下的行政区里 就有一个大厂回族自治县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大厂回族自治县 我们身后这座建筑物是大厂的地标性建筑 大厂民族工 它是由中国的工程院院士 以及由中国管制副美称的何定堂教授亲自设计的 依据天园地方成天接地的设计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建筑主体分为两部分 圆形球体和方形机座 在方形机座的四周 一共有56个花瓣球门洞 寓意56个民族携手共进的美好愿景 回民和中原等多种民族 长期在这里融合 王朝帝国在此交替 多元的人文底蕴和自然生态优势 让廊坊旅游局也看准了商机 积极挖掘出廊坊的旅游特色 廊坊面对的就是北京天津两大市场 那人们到廊坊来 我们跟天津 北京错位发展 我不跟它比马路 高楼 我们比自然的环境 商态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 我们又搞美丽乡村建设 现在我们主打的就是乡村旅游 把旅游的牌本打在乡村旅游的牌 让人们到这来 在喧闹的城市里边 移籍到这个农村当中 体验这种天远的生活 景色修理鸟语花香 令人心旷神怡的明媚风光 让河北廊坊成了最佳避暑那梁 修身养性的好地方 这廊坊有这么两个说法 一个叫廊坊现象 这个在全国教的厅乡 一个是廊坊沙龙 在全国艺术界一提廊坊现象 和廊坊书法沙龙 这个艺术界都知道 因为这个影响挺大 这个廊坊书法活动 开展也是从廊坊书法沙龙 开始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书法家 他们在全国成绩都非常好 全国的蓝亭奖 咱们廊坊有七八位书法家入展 然后就是最近的 最近的十一届全国书展 十一届全国书展 是中国书协 中国文联举办的 也是最具权威的一个展览 咱们廊坊有九位书法家入展 书香氛围 人文修养 成为廊坊独特的城市特色 只不过更有趣的是 廊坊除了文工了得 武艺也独具风格 松原特点它就是 大开大合 像这链坊就是 得开它大合得小 大如大翁展翅 是吧 小如猿猴入洞 大开大合 就是将链当中 为什么它对身体有好处呢 它这张一开 肺有点扩张了 然后一通过这个 鸡翔 啪一打 这肺合适了 是吧 一身一张 再早呢 这铜链它比较刚硬 刚猛 这样它把太极权的劲儿的话 它就是柔和在里边 始于清末名初的通辈拳 结合太极拳 刚柔并济 练的是公普 也是心性 不论是静态的书法 或者动态的武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只要用心体会 处处都是独一无二的 城市样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